叫饮品上饮 我们今天饮品的上限是什么 我可以告诉你 全球的一个统一标准上限是香烟 所以我们今天全世界香烟都可以卖 但是受限制 为了公众的健康 我建议立即将烟草税的税率要高至50% 比如在美国在西方国家 人不年满18岁是不可以买香烟的 不可以抽烟的 那么酒可以视为是饮品的次上限 所以酒也是受限制的 比如酗酒最厉害的国家 我们大家都知道是俄罗斯 俄罗斯就这大冬天的 马里边都背不住有人喝打了 躺在那 这两件东西都是在国家税收中 占有几足轻重的地位的 那么我们再依次往下台 我告诉你什么是饮品 世界三大饮料 茶叶 咖啡 coco 这都属于饮品 它都上瘾 我们今天说喝茶上什么瘾 你今天喜欢喝茶的人 如果一段时间不喝茶 你非常难受 你就老想一下 你今天喝口茶就好了 尤其今天吃油腻了 一定要喝点茶解解 这就是开始你上瘾了 对吧 你看17世纪以前 欧洲人整个欧洲人不知喝茶为何物的时候 我们教他喝的茶 今天英国人法国人一到下午就要喝下午茶 为什么要到下午喝茶呢 提神 咖啡也是这样 我们喜欢喝咖啡的人 尤其西方人外国人喜欢喝咖啡 到日子就得喝 不喝不行 不喝就难受 这就是上瘾了 那么我们再往下走 还有什么东西是上瘾的 我先告诉你们 辣椒 我们今天好像觉得辣椒算什么饮品 我告诉你 凡是喜欢吃辣的人 你突然断了他辣椒 他吃饭就变得越来越没有味道 一个礼拜以后 他就变得非常烦躁 他就想 怎么有辣的吃的 给我点辣辣菜 一定是这样的 辣椒也让你上瘾 那么还有什么能让你上瘾的呢 我们再往下抬 这个东西叫糖 我们人啊 一生中可以不摄入糖 不摄入糖 所谓不摄入糖 不是说食品中摄入糖 裹糖 这不是 而是不直接吃糖 我们吃的淀粉类的东西 吃的水果类的东西 都可以在身体内转化成糖 这个糖足以够用了 如果不是救急 人不要去轻易去吃糖 或者说多吃糖 多吃糖对你身体没有好处 会堆积脂肪 让你身体变得比较虚弱 但是糖又能够救急 你比如说有的人昏厥以后 你给他灌一杯糖水 他立刻就清醒了 有的人觉得头晕脑胀 什么事都坚持不下去 或者饿得心发光的时候 喝一杯糖水 马上就舒服了 就是糖 它可以迅速在体内的 给你增加能量 让你进入一个很佳的 这个生活 这个生存状态 那么糖这个东西 尤其人到了中年以上 糖是有百害而无一例的 我医生告诉我 糖是万恶之源 我们为什么今天糖尿病的人这么多 糖尿病过去是一个不算多发病 不算常见病 今天中国的糖尿病病人的总数 数量非常大 我看过那个数字 我记不住了 那么我的很多朋友 今天我们几朋友聚会 在饭庄友谊 这事 我那几个朋友全撩起肚皮 自个儿给自个儿先来一阵 打什么呢 胰岛素 这就是糖尿病的苦恼 现在糖尿病越来越发 向年轻人去了 过去糖尿病还是一个富贵病 老年病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有糖尿病 为什么 糖的摄入量非常的大 吃糖也是上瘾的 我们就以我有限的观察 吃糖上瘾的民族 第一是美国 你到美国去看 第二是中东 中东 我去土耳其的时候 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吃甜的人 我小时候多甜都不怕甜 这东西越甜越好吃 为什么 过去穷 甜东西确实是喜欢 那么土耳其 土耳其那甜食 你知道我们过去 有种很甜的国谱叫 伊拉克蜜枣吧 那东西超甜 他那里的所有的蜜饯 那个东西甜的吧 你吃一口就给顶住了 我一看他们的人都一盘子一盘子的吃 我到美国去 看美国吃饭 先吃这么大一牛排 吃完了以后 要这么大一大冰激凌 那冰激凌我尝一口 太甜了 更多的全给吃了 所以你看美国人的身体的状况 不比中国人强 今天美国占有全世界最优良的 这个医疗设备和医疗成本 就是他的医疗成本是全世界最大的 但是他的人均寿命不比中国人长 你看中国人就因为摄入糖 吃的少 这个包括我们的饮食习惯比他好 所以尽管我们的人均的医疗的成本非常的低 但我们人均寿命跟美国人差不多 上下基本上是一致的 那么饮品呢 你再往下说是什么呢 这事就怪了 再往下说 我可以告诉你们 谁也没想到饮品的下限是什么 饮品的下限是盐 吃盐也上盐 我们今天世界卫生组织 给人的健康水准定了一个标准 你一天摄入的盐不要超过六克 六克是什么概念啊 就是你吃什么都没味 这就六克 我现在越吃越淡 稍微有一点咸 我都不能吃啊 盐为什么也定为饮品呢 就是你看很多人口非常重 有人说我口重啊 吃吃饭了 我不行 老得加咸菜啊 这就是开始上瘾 摄入里盐过多 也对你的心血管不好啊 对你的身体产生非常不好的作用 如果你大量的突然食盐 你可能还脱水呢 你还可能引起死亡呢 那么过去在如毛饮血的时代啊 人类呢不主动摄入盐 它可以从动物的血液中啊 摄取盐 你知道血液是咸的啊 我们现在很有很少有这事 我们小时候手破了嘴一舔就是咸的 就知道血液是咸的 食肉类的动物啊 是靠这个动物的血液里的含的这个盐呢 摄入这个盐分 而食草类的动物 它是哪咸舔哪 你看有的那个牛啊 羊啊 是喜欢舔那个盐石 是因为那能吸出盐了 盐不仅仅是这个从海水里提炼啊 我们比如我们四川自贡 有打那个盐井 打井提起井盐 还有盐石的盐啊 我们现在有的人很讲究吃的人 我见过拿的是盐盐 什么叫盐盐呢 盐石的盐盐盐啊 吃饭的时候 还给我从兜里掏出来一块粉红色的 拿刀子 它只给我咔一点 还显得很优雅 我说你这东西日本有卖的 没那么贵 他们一开始告诉我 这一嘎的盐都卖一万块钱 吓得我都不敢吃了 结果我到日本一看 值不了啥钱 就竟拿这东西蒙中国人啊 就见中国人没见过世面吗 这种盐盐呢 大部分是粉红色的 有少量的是淡黄色的 据说还有淡蓝色的 我没见过啊 那么我们刚才一直在说银品 有一个西方的学者写过一本书呢 他说这个银品经济啊 银品是一种经济影响了世界的格局 我们就要说话归正传啊 我们仔细想盐啊 经营盐的人都是有钱的人 我们过去啊一说大盐商啊 这家里是盐商 中央电视台为我拍了一个寻根的节目 寻到我母亲 我姥姥的那个家族的时候 就上五代人上六代人就是盐商了 当时山东力经县的这个崔甲 是当时是这个富甲一方的盐商 往前推一百多年 山东省规模最大产量最高的永富盐厂 就在这里 而我的外祖崔甲就是永富有名的大盐商 崔凤早是我的外祖祖父崔林时的父亲 1855年黄河改道前 崔氏家族的盐业生意兴旺发达 接下来四十年 崔凤早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修罢之中 几代人都是非常富裕的 范盐就能发这么大财啊 过去乾隆下江南的时候 所有出资的人都是大盐商 那我们今天想这盐咋什么财啊 一家买一斤盐且吃呢 显然不如卖房子嘛 可是你知道每个人都离不开这个盐 所以过去有钱的都是盐商 盐一直是官盐国家控制的 我们的官盐制度到今天 到今天就到目前为止 还是国家统购统销 任何人不得去卖私盐 贩卖私盐到今天都是非法的 我们盐呢 就是官盐制度啊 历朝历代一直坚持到今天 我这两天看新闻 看到新闻说呢 我们最近啊 大概在几年之内 我们国家就要把这个官盐制度取消了 盐就变成了一个自由的商品 你想想几千年以来 盐是由国家控制的 它不仅仅是这个一个经济上的一个命脉 很重要的是控制 控制国家的一个经济布局 你们记得不记得前两年闹那个核电站的时候 日本那个福岛核电站的时候 突然有人谣传说这个盐怎么能抗辐射 如此的无知啊 一下就混抢 各超市的盐一下就卖光了 还有人拿着卡车去去抢盐去 我也不知道这人这辈子能吃多少盐啊 那么由于这种商品的特出性 所以在历史上 盐商呢 就是地位非常高啊 这个财富呢 非常的大啊